你怎么来了 不过 真的 我听说你们的那个节目 停播了是吧 是啊 很糟糕了 你们这个舞社 晚上感觉还不错 随便坐 你今天到底来干吗 你发的那个视频 我们都看到了 我又给你惹麻烦了 没有 我就是想说 是不是你看到 太多人骂我们了 所以想站出来帮忙 也不诠释 我只是觉得 大家都有权利知道真相 要是连对错都不分 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有了这个视频 你是不是就不用背过了 我们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什么意思啊 我是这个节目的总教官 又是当天出任务的带队领导 所以我在负责任 但这不是你的责任 为什么要你来承担 作为消防员呢 万全的准备 和精准的判断 都非常重要 如果判断得不对的话 后果会是毁灭性的 但如果准备得很充足 但是判断失误 也没什么用 所以过程重要 结果更重要 这次的结果就是 我让你们都碰到了危险 尤其是你 所以 只要有不好的结果 那就是我的责任 但结果是你们救了我 和平路特勤站的消防员 救了所有的人 网上那些开骂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事实 其实没关系 我不在乎这个 我在乎 反正现在视频 已经发出去了 撤不回了 如果有什么后果 让他们冲过来 这么勇敢 我只是不希望他们 摸黑我心中的英雄 曼川 你不用担心我 但是我希望以后你能知道 遇到危险 先要保护好自己 我知道 你也不用给我担心 好 不过这次 被你一个小女生 保护了一次之后 我觉得感觉不错 也不用令我 谢谢你 南初姐 回来了 再见 在晚上吃什么呀 晚上呀 晚上吃瓜 上次你跟宗哥在路口 路口我给新凯莱再麻烦他 走 走